寿山杯梦想起非公益高尔夫球赛 迈入了第23届 那么今年券木经费 用来帮助高雄小太阳及小草 两个在地协会 那么仇木所需设备 要让伸张者自给自足 协会理事长是十分的感谢 求有爱心捐赠 那么至于受到注目的一杆进洞奖 今年很遗憾的还是没有送出 由经典文教基金会主办的 寿山杯公益募款高尔夫球赛 迈入到第23届 今年同样吸引上百位球友 挥杆竞技做爱心 除了以球会友 国领推杆趣味游戏也大受欢迎 今年公益高尔夫球赛 募款所得主要是用来帮助社团法人 高雄市小草光海协会 及小太阳协会购置所需的设备 协助身心障碍者自给自足 而现场也举办了义卖活动 其中彩绘慈悲及手作的花束 做工都相当的细致 看得出生长学员在艺术方面 投入的心力 这个台塑 台塑企业 对 我们 然后这个我们都是已经拍卖出去的 成立17年 感谢很多社团 来与一些社会企业的关注 来扶持我们小太阳协会的 这历年来的一些成长 一些茁壮 那我们在去111年成立的小厕所 就是身心障碍15岁以上的身心障碍 在就学毕业后有一个地方可以安置 那我们这些服务对象 目前协会有10位服务对象 在这一年当中进步蛮多 受助协会感谢主办单位及求友的爱心捐赠 其中不少求友及团体连续多年投入赞助 支持这项有意义的此项活动 把所有人都召集起来 然后一起在这里可以运动又健康 但是又可以做爱心 我相信越来越多人可以共同参与这一个活动 每一年都有来参加这个活动 也有一些小小的赞助 那么也希望能够有其他的工商业界的一些公司 能够大力的支持 求友们会甘开心做工艺 但受到瞩目的一杆进洞奖 价值百万元的邮政礼券 今年还是没有办法送出去 尽管如此捐赠设备 让若是团体有机会生产更多的商品贩售 帮助学员自力更生 传递慈善的工艺精神 才是这场高尔夫活动的最大意义 请不吝点赞助